请问师父 让不相信鬼神的人对因果跟极乐世界产生信心 是不是有善巧方便 易懂简洁的描述 或者立着能够生起欢喜 能够接受 不相信鬼神的人 还有对因果 不相信鬼神对因果跟极乐世界产生信 他不相信鬼神对于因果极乐世界不容易相信 这确实 但是因果容易相信 因果的话用科学因果就可以知道 你比如说几磅的水打出去就会跑多远 多大的力量丢出去球要多丢 越大的力量就跑越远 如是因就一定如是果 只是说这个如是因如是果 他不认为说一定发生在人的身上 那怎么不会呢 你看看杀人放火就会被抓去关 乃至于你对人家 你一个男子如果说是抢女人的身体 或者是侵犯女人身体 他的家人就准备 你被抓到准备打你 为什么会这样子 那就是因果报应 这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这点容易理解 极乐世界不是比较不容易理解 确实是 那你就要用一个什么概念 用一种所谓的学校的概念去跟他讲 也就是说 当然他得要先相信有轮回 死后有世界 死后有世界你要跟他这样讲 念头的相讯就是死后有世界的最大证明 你想想看我们哪时候没有念头 对不对 什么时候都有念头 前念都追逐 后念都追逐一个前念 我们的这一念是因为前一个念存在 而变成下一个念 下一个念又产生在第三个念头的前一个念 都是念念相扣的 我们乃至于在睡觉的时候也是有念头的 会做梦 会有自知我在睡等等这一类的 所以我们的念头从来不停止 叫做戒而有心 一念一刹那一刹都是有心的 心就是念头 种种的分辨心 那请问 在一样的时空之下 念头从生到死 只是肉体的不存在 并不是等于什么 你的念头不发生 怎么说呢 你看看我是近视眼 近视眼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 有没有戴眼镜睡觉 你们有近视的人晚上睡觉有戴眼镜吗 没有 可是你在做梦的时候会看得到清楚吗 没戴眼镜 是不是要醒过来再戴眼镜再继续睡 梦中才看得清楚 是吗 是吗 你们戴眼镜的 跟我一样的 你们晚上做梦要戴眼镜吗 不用 可见看东西是用心在看 不是眼 这个浮沉根在看 你梦中一样可以看 换句话一个人要死 就是从生到入梦这个状态 他其实他的心眼还在看 他不是这个肉眼在看 换句话说 那个什么 那个我 我想活着的念头从来没停过 肉体不作用了 他那个我想停的念头 是嘴巴不能说 眼睛不能看 手不能动 但心还在我想活着 这就是轮回的原因 肉体坏了 我还想活 那怎么办 投胎啊 换个新身体啊 这样听懂意思吗 这就是一个比喻 先让他知道有轮回 有了轮回之后说 那轮回是顺什么东西轮回 两类 医院跟医业 最主要是这两样 业就是说 你上个念头怎样 你下个念头就跟着要怎样 你如果老想着要吃素食牛肉面 等一下你出去的时候 开车就会请人家说 再往去素食面谈 我要去吃素食牛肉面 但是如果你想着要赶快回去 看你的收你的一封重要的信的话 那你就会挤得回去 都是行为会随着你的重要的念头而转变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随业 就是你没有特别一个 有怨心要去的地方 那这样的话 所有大树法则 你的前面那个念头 最强的是什么就带你去 强者先迁 可是那如果不是这样 你用更强的 创造出来的愿力 说我要去极乐世界 跟欧弥陀佛学 那念头跟他相应 那你就会去极乐世界 所以就用念头来相应 至于极乐世界怎么会产生 也是念头 你看看 台湾天生就有个台大 有个清大 有个神大 当然不是啊 是有人从一个所谓的什么什么台南工学院 慢慢转转转转成台南最大的一个叫成功大学 他最近还在收编什么什么为成功大学 所以那都是由念头而间接成为现实的具体存在 什么东西都是从念头来 要建设这个先要有个念头 说我要建设 才会有东西 极乐世界也是 也是欧弥陀佛有念头 他念头是要利益一些众生 所以才建立的 那这样你就告诉他极乐世界是怎么个存在 以及投胎要随愿而去的原因 好 好